新疆,这里是一个被上帝偏爱的地方。这里几乎遍布着全中国最美丽,同时也是最神秘的风景。其实,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不仅仅只有这些美景。还有太多鲜为人知,养在深归人为时的绝佳之处。 夏尔西里 新疆最隐秘的天堂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夏尔西里,我想大多数人是没有听过的,即使听说过的那少数人,也是极少有人去过的,夏尔西里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块净土的地方,移出军事禁区里的绝美秘境。 夏尔西里自然保护区内野生植物有1676种,分数81颗513属,是珍西,边微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分布区。同时,这里又是中国新疆西北部重要的鸟类迁徙地、繁殖地、粤冬地,成为我国一座独特的生物基因宝库。 琼库神台 新疆的市外桃源 琼库石台村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喀拉达拉乡,在2010年12月13日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 琼库石台草原上的琼库石台村,是个哈萨克牧民村庄,它是天山半坡为一个小村,乌孙古道的北入口,以前没人知道它的存在,自从天山的鲜花显现于世, 它的名字才被人了解。 琼库石台,在哈萨克域中是大平台字的意思。 琼库石台沟河纵横,在草原中颇具阳刚之美。 台地上纵歇出无数的沟河,将平静的草原勾画得像大海里掀起的波浪。 游客可以在这里看到蓝的天,白的云,白云下面是银色的雪山,墨绿的山林,淡青色的草原,和五颜六色的花海, 几种色彩层次分明,色调和谐,形成一幅天然图画。 如果换一种说法,也可以说成,蓝天白云下是雪山,雪山山林下是琼库石台,琼库石台下就是喀拉郡。 塔什库尔干,帕米尔高原的的神仙帝。 塔什库尔干,一座千锋万赫相隔的洁净小城,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东,昆仑山之溪,这里是一片千锋万赫相隔的洁净世界。 有人自驾去了新疆,跑了数千公里南北疆,躲过了伊犁的花独,躲过了喀纳斯的蚯蚓, 却最终被喀什三百公里外,一座叫塔什库尔干的小县城勾走了魂,以至于在离开时怅然若失,久久不能忘怀。 因为塔什库尔干,这个中巴边境线上的小县城,藏着太多太多的美好。 这里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方净土,苍凉的土地,却养育了美丽热情的采银人家,中国唯一的纯白种人,塔吉克族。 塔县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,海拔7546米的著名雪山墨士塔格峰,新疆境内古道上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石头城,还有帕米尔高原深处的杏花村。 那一片粉红仙境。 新疆杏花沟位于新疆伊犁新原县土耳根乡,新疆杏花沟这是一片中世纪遗留最大的原始野杏林,集中分布于龚吉斯河北岸,占地有三万多亩。 新疆杏花沟是新疆也杏林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。 新疆杏花沟4月中旬,土耳根乡朝阳的山坡上杏花,便已打包和开花。 大家如约而至汇集到了新疆杏花沟,欣赏杏花尖踏春,新疆杏花沟果然是风光绝佳。 春天出绿的山腰沟谷之间,一束束蚁丛丛的粉色杏花蔓延开来,既有大细磅礴的场面,又有形单影之的妩媚。 安吉海大峡谷。 油画般的峡谷。 位于新疆天山北坡的安吉海大峡谷,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一个奇观,但目前外界只有极少数地质学者、摄影师,和户外爱好者关注过它。 显为人知的安吉海峡谷,其实有着令人目眩,刚柔并激的壮美景观,峡谷两侧是从上到下依次排开的河流接地,宛如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扑面而来,充分显示了峡谷阳刚的一面。 从高空看,安吉海峡谷的色彩异常丰富,河流切割大地,将不同颜色的岩层冲刷溶解,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大地抽象化景观。 而河谷里蜿蜒流淌的变状河流,千转百回,在缠绵低语中将峡谷柔情的一面展露无遗。 这条峡谷还以丰富的色彩,而令人感到它为观止。 与其它一些色彩灰冷单调的峡谷相比,拥有红山、戴牙、清风、绿岛、碧水等丰富色彩的安吉海峡谷,就像一条彩带飞舞在天山北坡脚下,成为中国峡谷群中, 一条色彩最丰富的大峡谷。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旅行的过程。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,收拾好你的行囊。 带上你的背包,到大美新疆去走一走吧。 新疆的绝美景色,实在是太多了。 可以满足自家人所有的美梦和激情。